人类并存于史上 虽有纷争 总算能和谐共处 直至幽黎王报位当权 企图一统人类 人类和幽黎之间 最展开惊世之战 人类大军在君王和平庸司统领下 终将幽黎击溃 并驱赶至地体之下 平庸司掌政与属下五行尊者 创设前缘先阵 以防止居于地底的幽黎 重返人类世界 兰飞 你 你的脸 太医 到底怎么回事 回禀皇上 兰飞娘娘脸上掉下来的 娘娘脸上掉下来的是 是 是什么 是别人的皮 什么 今日京城人口连连失踪 据萧龙卫所查 这些人都是被剥去了全身的人皮之死 将必将全力调查 以保百姓及京城阿牧 有 有消息吗 我问过了 一个都没回来 这可怎么办 发生什么事了 每年这个时候啊 村里的人都去京城的马财住家搞秋收 一般也就十天左右吧 可这回 半个月啊 都没回来啊 前两天 他们家人突然就失踪了 应该是得在这么厉害人物了 你是幽黎 杀了人还敢回来 今天就让本小姐为幽黎除害 你说什么 谁杀人了 杀人 皇上 这是老臣你的席文 还请皇上龙木玉揽用席 这 人类有坏人 幽黎也有坏人 皇上 您若是再不果断决绝 恐怕天下这万千百姓 要因为皇上的优柔寡断 白白的断送了性命啊 皇上 还请三思啊 上天有好生之德 朕不能耐上无辜 皇上大可放心 老臣自会先行查封忘我一炉 并且逮捕主侍狄青云 若非万不得已 绝不会妄下杀手 皇上应名 老臣告罪 二位究竟是何人 为何前来随意抓人呢 我们正是来抓你们这些幽梨的 我们只抓幽梨 不抓人类 走 要是你这个妖女 你应该感谢我阻止你继续作恶 免得将来下十八层地狱 少废话 怎么你们女人比男人更喜欢打架 把这天哪都打下血了 你 打架取决不了任何问题的 在下一水寒 贫游寺长正 为之姑娘高兴大名 别废话 要杀要剐 动手吧 其实我们是自己人 向来贫游寺都有五大护法 人称五行尊者 刚才我发现姑娘跟那位大哥 正好是火尊者和金尊者 你别跟我来这一套 怎么说呢 我们都有同样的使命 那就是维护人类和幽离之间的和平 自古以来 人类和幽离势不两立 哪来的和平 我想往后你就明白了 姑娘 请便 我就知道你一直都在 还有问你 刚刚我被抓了 你为什么不卸身啊 不是 殿爷 因为我觉得他们没有真的想 就是真的想伤害你的意思 所以我就 不是吧 堂堂一个平庸司 搞得比破落物还破落 那怎么了 必要时可以向皇上拿点钱 大兴土木 休息一下就好了 你找公布帮忙也可以啊 嗯 老丈 休息一下 老丈 不是 走水 走水啦 送水啦 送水啦 走水啦 哪儿走水啦 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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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水 走水 水 水 在哪儿 啊 你们两个小兔崽子 跑上来耍我 真是不懂得尊重老人家 北风月圆之夜啊 就是月圆之夜懂吧 破损之处就会变得非常脆弱 有不少幽黎 冒死从破损之处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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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问天恭迎掌政 怎么了 平游司有一个不成文的传统 那就是历刃掌政都有驱动他的神力呀 如果没有的话呢 那我 你就是假的 刚才前缘先阵的已经证明 你就是命中注定的平游司掌政 嘿嘿嘿 我现在呢就带你去看一下这个休息的地方 嘿嘿嘿 去去去去 奇球啊 看来是李公公在撒我 遭儿子 应该是早上跟天爷摘蘑菇的时候 摘到的吧 我知道了 走 我一直觉得刘家村失踪的村民 已经凶多吉少了 而且很有可能就是剥皮案的受害者 所以那次偷偷跑进衙门查看尸体的时候 刻意辨认过 但是尸体已经面目全非了 什么都看不出来了 刘家村 我查过了 苍儿子因为有毒危害庄稼 很多地方已经砍出光了 那天我在尸体上 却发现了苍儿子 可是 这跟案子有什么关系呢 当然有了 从这儿到刘家村 不过无礼 我小时候经常到这边玩 我记得那时候到过这附近一个地方 那里很有可能 就是薄皮案的县城 谢谢 迪大夫果然是人心人数啊 别动 你们这是干什么 义大人 这位是李公公要的人 得罪了 带走 走 这位大夫是不好玩啊 这犯了什么事啊 就是啊 是不是抓错人了 义大人 义大人 久等久等 不好意思 那走吧 不瞧啊 皇上近日策马游乐 得三日才能回宫 所以 还劳烦义大人再多等几日 那有劳烦 那有劳李公公 先将狄青云给放了 义大人 开什么玩笑啊 那狄青云可是薄皮案的凶手 怎能说放就放啊 要想人不知 除非己莫为 真正的幕后元凶 不如是李公公女啊 萧龙卫那么多人 难免有几个害群之马呀 你说对吧 义大人 人在做 天在看 天 天能管得了那么多吗 再说了 这满朝文武乃至皇上 他听谁的 义大人心里没点数吗 告辞 果然不出我所料 一切都是李公公所为 易水晗 我们决定了 加入平庸司 魏寒冤的幽离平反 是啊 我们决定了 一起加入 真的吗 咱们以后就是好兄弟了 太好了 我可该给的都给了呀 你不但不给我要 你还 你还一直在看我 欲速则不达 逆天改命 其实一朝一夕之事 你可是幽离呀 这种事情对你们来说 不是很容易吗 怎么可能 就算是幽离 也有自己的命数 你的东西我会给你的 但是得再等一年 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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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老夫有时间 我也给你搞不到那么多人皮了 现在皇上查那个人皮的案子 查得那么紧 你让我再等一年 哎呀 其实还有一个办法 这个办法 不但能让你长生不老 而且 还能保你万事基业 还有办法 你还不快点告诉我 只不过 只不过你以后要 听命于游离王 什么王 小哥 只要你听话 游离王会满足你所有的愿望 还是要死 我为了 你现在要不再了 我一次 你不想找到 你算是你 不想找到 你还要是 你还要跑 你你还要跑 不准备 哈哈哈哈 不准备 小函 原来 你跟他们是一伙的 你现在知道已经太迟了 今日没有你死 千元仙侦才会发解 千元仙侦 千元仙侦 精灵 我们再也不要分开 千元仙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